呂布露氣中中的澤民黃韻,為什麼明明將貂蟬許配給他,但是又將貂蟬重遇董卓? 黃韻無奈的高姐,是董卓要直貂蟬回府與呂布露分,呂布氣宵,第二天,呂布去董卓府上敗言。 麥下人董卓何在,被呂布遮董卓與貂蟬還美起狀,呂布大驚失色,走日後停。 貂蟬看到呂布,故意裝哭急撞,正好董卓過來流浮貂蟬,呂布氣的扭頭走開。 呂布進後堂見董卓,正好貂蟬在連外示意,呂布竟然當著董卓的面盯著貂蟬。 董卓氣的讓呂布出去,呂布肯肯惹去,呂布被黃韻一通忽悠,竟然完全信了黃韻的話。 呂布表情也從十八級颱風轉為蜂和立麗,他的表現跟沙最小孩容易,當著董卓的面就敢對貂蟬,敢愛敢做。 董卓當然狠氣憤,但是董卓缺乏心思,呂布對於董卓是就柯分量,貂蟬對於董卓是就柯分量。 董卓果然如黃韻月的一樣,就四個好色遮徒人矣,呂布回到家,作戴阿里生悶氣,正好看到旁邊有禮物。 辨願下人是何人所送,傾月是董卓所送,並且傳話月以後呂布到僧虎,就像進自家門一樣自便。 呂布戲的牽了卓者,呂布與董卓一起出城,但是他們老子都是雕城,所以中途和城與雕蟬相配。 雕城要呂布在鳳頤亭等候,不必配人,雕蟬為見,一花梨花大雨的哭訴,讓呂布露火中燒。 刻在指蛇,董卓回禮,建議人在鳳頤亭親熱,氣的拿起呂布兵器射向呂布。 呂布也是氣的忽袖而去,呂布已經被雕蟬為著了,他已在已經完全掉歷到黃韻的計劃中了。 雕蟬也珍貴的惡,故意要呂布在鳳頤亭見面,而不是在房間,就是生怕董卓看不見,董卓本來就因為前日呂布與雕蟬的未來眼去呂呂布。 所以看到呂布不在身邊,肯定就猜到了他倫二人的狗蛇,回到家正好狀變,卡也事要火中燒了,氣的要殺呂布了,這一切,二人的關係真的事破裂了。 謝謝你。